男女之间真的有纯粹的友谊吗? 感情这件事情,那个尺度很难把握,很难划清一个很清晰的界限。 男女之间如果说没有好感,两个人怎么可能一心相吸而走到一起? 如果说因为工作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,也一定是因为被对方身上的一个点吸引了,所以才愿意和他待在一起。 很多人都说男女之间有纯的友谊吗? 有,但是一定是基于对这个人的好感之上,有一句话叫做友情之上,恋人未满,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感觉。 我曾经也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一心,我们一起吃饭,一起去看电影,一起去逛公园,两个人也算是为了打发时间吧,也算是有一个聊得来的朋友,然而对彼此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,没有那种想发展成恋人的欲望,只是感觉两个人在相处,多一个朋友,感觉挺舒服。 两个人大家一起又比较聊得来,无话不说,可能比恋人说的事情还要多,有的话题和恋人不方便说,但是和他却聊得很畅快,这个大概就是超越朋友之善的恋爱,纯真纯粹的友谊吧。 当然,到最后,我们也各自有各自的对象,和对方也没有发生关系,如果用一种关系来形容,那大概就是轰一眼之际,或者是烂一眼之际,无话不说,但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距离。 两个人心上不宣,从来没有想过往恋爱方面去发展,但是彼此都懂,那种感觉真的挺好。 很多人都说,男女之间如果有真正的友谊,那真的是一种很难的事情,那种感觉真的不多见,我的一生中,遇到的已经那么一个人。 男女之间纯粹的友谊,是指纯朋友关系,不残达爱情的成分,两个人能聊得来,但是没有对爱情的欲望。 在现实生活中,有一种纯粹的友谊,确实建立在一方心里爱着对方,但是对方却没有察觉到这样一种基础上维持的友情,能交流到一起的便是建于好感之上的,互相吸引能不能把控那一个界限。 一定要看自己的心态了,也要看长久的发展,如果时间长了,可能那份友谊真的不存在了,感情的事是最难界定的。 你们在生活中有遇到恋爱人未满的友谊吗?一起来聊聊吧。